火灾现场 诡异的身影一闪而过 我们发现一点就是 在案发现场着火之后 一个人影像幽灵一样 独居的女子消失的录音笔 异常的犬肺声 会将案件侦破影像何处 导地的摩托车 打开的油箱盖 随身携带的农药 能否帮助警方锁定真凶 停下以后找人看 看我们车过去 看我们车今天来多少车 过去多少车来多少人 找谁呢 非常关注我们的事 您正在收看的是 法治在线 大家钟好 欢迎收看新闻频道 正在直播的 法治在线 辽宁省北票市的 一个偏僻村庄里 有一位村民在熟睡的时候 被警方压戒归案 可是直到归案 他都不敢相信 自己精心魔化的犯罪计划 竟然会被识破 警方到底是怎么锁定他的 他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 又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 今天的法治故事 在辽宁省北票市公安局的 图真实验室中 侦察员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 一段视频 反复查看比对 试图从这段黑漆漆的视频中 获取有价值的线索 由于角度问题 监控视频所能拍摄到的 路面位置十分狭巧 这个幽灵般的身影 也只是闪现了一下 随即消失在了夜色中 提到这宗案件的办案过程 其中的曲折 让参与的民警们记忆深刻 一切还要从那场深夜的大火说起 李就跟我们反映说 在三点左右 大火起来 起来以后 他们就开始主持旧火 在旧火的过程中 你没发现成有什么位置 火势非常大 整个马带的彩虹都烧毡了 起火的这户房子 是北漂市马带沟村的居民陈某家 凌晨突然着急的大火 十分蹊跷 赶来救火的乡亲们 并没有看到主人出来 这让很多人在帮助救火之余 隐隐感到担心 原来报警的正是房主陈某的邻居 现场那名男子被发现时 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而火候的现场 更是摆在民警面前的一道难题 民警推断 这场大火并不是意外 很可能与命案有关 这户民宅位于村子中部 坐北朝南 共有四间房屋 东西各有一间卧室和厨房 两位受害人分别遇害于东西卧室内 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又为何遭到残忍杀害呢 村民们告诉民警 金某最近一直在邓某家帮工 两人同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要想弄清楚二人被杀害的真相 民警还是决定从现场勘察入手 基本上死得比较惨 现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现场窗台 还有是炕 全部被拖过 看有拖过的很移 拖不拖的很移 而且地面全是水 三间应该四间房吧 都是被水侵了 地面都是被水侵了 反正是西侧厨房的水泵的水还在流 咱们看这个肯定是 作案分子 故意破坏现场的行为 原来房屋西侧卫生间内的地漏已经被堵住 房间内曾被人蓄意用水浸泡 屋子里还有十分明显的清理痕迹 这些都让行政技术人员很难采集到有价值的线索 除此之外 房间里并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 民警也因此排除了入室盗窃 然后杀人的可能性 不是亲财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寻仇 沿着这个思路 警方首先要调查遇害人的社会关系 找出和他相关的矛盾点 村民们告诉民警 邓某的丈夫陈某一直在锦州打工 两人育有一次异 女儿早已嫁人 儿子随着父亲一起在外打工 一开始警方怀疑 会不会是女性受害人邓某的丈夫陈某 深夜赶回家中将二人杀害 又返回了锦州呢 警方派外围调查组赶赴锦州 调查陈某这段时间的动向 然而他们并没有找到陈某作案的证据 监控视频和走访调查中都没有能够找到陈某的作案证据 他的嫌疑被合理排除了 于是警方决定继续从现场勘查入手 虽然事发现场已经被清理得十分干净 但是刑事技术人员还是通过仔细的勘查 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从燃烧灰烬中发现的这些关键物证 恰好印证了另外一名男性受害人金某铁路工人的身份 以及房间内丢失的电话机和手机 与此同时 负责现场勘查的民警也在屋内继续搜寻 发现一处物 两处异常 一是靠面上有一鞋子 再有在柜盖上有一个录音笔的盒 市技术人员将这枚足迹 同灰烬内的胶鞋底进行比对 发现足迹所呈现的花纹确实和灰烬中的胶鞋底属于同一类 橡胶已经被碳化了 但是咱们也增加了咱们一个信心 就是这个火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放的 烧这些东西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烧的 民警通过这些线索确定了纵火者和刑凶者是同一人 可是在灰烬中却没有找到房间内丢失的录音笔 邓某家有两个后门 院子内东侧是一片菜地 西侧是几间仓房 侦察人员不断地扩大侦察范围 终于发现了一些细黑的痕迹 邓某家经常出入的后门被铁丝捆绑住了 在院子里的仓房内 两辆摩托车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其中一辆横倒在地 油箱盖被打开了 上面还有一根白色的塑料管 这是个不正常现象 在自己家里摩托车不可能导致油箱盖也不可能打开 因为汽油是个危险的东西 然后咱们就分析了 就是犯罪嫌疑人既然它使水破坏下来 是不是有可能想使汽油焚烧现场 技术人员提取了相关物证 并将第一批物证信息送至朝阳市行政大队 物证检测中心进行检测 咱们认为是按作案分子必须触摸的 必须动物的使用的东西 咱们送到了咱们上级官部门进行了进一步检验 后门上的铁丝 摩托车上的塑料管到底透露着怎样的信息呢 消失的录音笔里是不是还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它又在哪里呢 民警们的走访调查也有了新的结果 在邓某家附近搜集到了两段视频 也正是这两段视频让案件调查出现了转机 在事发地村民陈某家后方 隔着一小片农田的公路对面是一家超市 超市外的监控视频拍下了黑夜中的这一幕 发现一个可疑的一个人 从这个东面往北海人家这个方向去 因为这个凌晨的时候 周围居民都已经熟睡了 对吧 只有这个人是步行到北海人家去的 前后很长时间之内都没有这个 没有人经过 所以说他的可疑程度马上就上升了 由于天色十分昏暗 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 监控视频里 这个黑影自动向西行走 然后又拐进了邓某家旁的小顾 可是死后这个黑影再也没有出现在超市的画面中了 它到底是谁 它又会从哪里离开呢 最后呢 我们在北海人案发现场的东面 在以后人家的一个监控里 发现一个可疑点 我们发现一点就是在案发现场着火之后 一个人影像幽灵一样 然而恰恰是由于事发当天 邓某家的大火照亮了附近的小路 使得这个监控可以看到路面上的黑影 视频中的黑影自息向东移动 这让警方更加怀疑 这个黑影很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 着火之后 这个人不慌不忙的离开这个案发现场 离开着火点 按正常人推断的 如果说他没有关系的话 发现着火了 他会第一时间去救火 或者是喊人去救 那么视频里显示出来 他是不慌不忙的远离着火点 那么他这个人的嫌疑 就大大上升了 民警开始重点寻找画面中的这个黑影 他就住在村子的东面 还是故意向东走来 混淆警方的视线呢 在村东头 老百姓反映 群中反映有狗叫的声音 东头叫的比较严重 比较邪恒 通过对这段视频的分析 以及村东头的异常狗肺 民警将犯罪嫌疑人锁定在了村子的东面 大大缩小了排查范围 与此同时 第一批送检的物证结果也得到了反馈 从铁丝上检出了有价值的东西 然后咱们那个通过采血 比重了西南院的邻居 那个当时咱们专案组都非常那个兴奋 以为案件有来曙光 物证上的信息和采血结果相一致 是不是能有此确定 南院邻居就是犯罪嫌疑人 还会不会有其他可能性呢 那个所谓的嫌疑人 在案发当天 案发就咱们艾舍县上的凌晨 清晨的时候去过那 触碰过这东西 因为他家柴草也被熟了 叫醒一下施主 这么着 这个证据被合理排除 南院邻居的说法 也被一同救火的村民证实了 这让原本兴奋的民警 又陷入到了焦灼之中 原本以为那真相即将揭开了 没有想到的是证据不足 邻居作案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现在整个案件看起来是疑点重重 监控视频里的黑影 会不会就是纵活者 新凶者呢 另外第二批送检结果终于出来了 那么这份沉甸甸的鉴定结果 又能把调查方向指向哪里呢 从第二批物证检验结果传回来之后 在那个摩托车上面的塑料管 提取的物证 认定了本村的陶某 大大增加了陶某的嫌疑程度 塑料管上的生物信息又给半民警带来了一线曙光 住在村子最东面的陶某 进入到警方的侦查范围 陶某说 早上七点钟的时候 那个陶某给他打电话 说他家有块地有块活 他去帮他干去 他就打电话 在下午 一点钟的时候 邓某又被这个陶某打电话 就问他非常没去 邓某说 我上午就上级了 你在家没去了 他就说下午就去 除了在家务农之外 陶某还是马代沟村的公路养护工人 他的养护路段 正是从上原镇镇政府 到本村的这一段公路 因为陶某确实经常给邓某家帮忙做农活 所以陶某的话也算说得通 但是当民警第二次询问陶某时 他的一些举动实属太反常 陶某为何将农药藏在趁库里呢 他的紧张又说明了什么呢 在我们去村庄中 他们村庄的办案的过程中 在道上困难过来 也特别留意关注关注 他看着我们身上过来 他在这儿停下以后 站着看 看我们车过去 就是看我们车 今天来多少车呀 过来多少车 来多少人 找谁呢 非常关注我们的事 结合种种疑点以及物证送检的结果 警方将陶某列为重点犯罪嫌疑人 考虑到他随身携带农药 很可能意图服药自尽 民警进行了周密的抓捕部署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陶某慢慢冷静了下来 供述了杀害邓某金某二人的经过 而一直围绕在民警心头的疑惑 也一一得到了解释 当时问题是 拿一双鞋 拿一双鞋 出来一双鞋 拿个棒 别个逃某 案发前一天晚上 犯罪嫌疑人陶某出门后 沿着村里的公路自东向西来到邓某家 超市监控视频中出现的那个黑眼 正是陶某 他首先将邓某家经常出入的后门 用铁丝捆绑住 但是当晚很多邻居前来救护 也有其他人触碰了后门的铁丝 所以在铁丝上并没有提取到陶某的生物信息 当时我一脱一手 看着他在这一双拖鞋 但是不知道是谁的拖鞋 我穿他家心上会处理的 陶某穿着邓某家的拖鞋 清理现场 并且将院子打扫干净后 一直在院墙上行走 这也是为什么民警没有在事发现场提取到他的足迹 作案后的陶某选择了一条小路离开 当某家门前燃烧的大火照亮了邻居监控视频中的那个黑影 将作案工具一销毁后陶某回到了家中 更让民警没有想到的是 陶某和两名受害人之间并没有什么积怨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陶某痛下杀手呢 陶某原本以为自己将偷来的地魔 分给邓某就可以欺识凝人 可没有想到的是 第二天一早 他又接到了邓某的电话 他说那个你上本家来一趟 我说你有啥事电话你说吧 他说啥 电话里说不了 你来吧 说这个陶某去了以后啊 就发现那个金某和那个邓某在家 他老就跟那个陶某说 昨天你投递某的事 我们都知道 反正你 我们要举报你 那你不举报也行 你给我们拿点钱 我们拿五千块钱 我们就不许忘了 原来 邓某和金某 以犯罪嫌疑人陶某 偷地魔一事 作为要挟 可陶某一时 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先打了一张欠条 说了但是没有发 我也得打一个欠条 欠条内容就是 金金欠 几本人民币 五千元 六二末还清 不知道啥时候 他把我那个 路上印来 拿个录音笔 这下陶某真的慌了神 回家后的他 一直在想 如何才能筹到这笔钱 而这时 邓某又打过来电话 要拿三千块钱 我说行 不用五千块钱 我说总六大半之前 我送你家去 那个给五千块钱 都给你拿着 当时我就行 我必须把他修饰 要不然 把这事就扩大了以后 这就我没放那点 再带着 背拼无奈的陶某 放下电话以后 越讲越生气 竟然萌称了 要杀人灭口的想法 我一拉门 一扎窗 那种门 可能整个点 动点 有度对大 老金当时就行 我就拿棒子 上去打击棒子 他就往后一扬 就躺着 东边卧室里的动静 吵醒了邓某 起来查看的他 和陶某在西卧室的门口 相撞 他不是一拉啥的 我说我来杀人 他说那我 跟你那玩的 能够办吗 我说你这话书早说 你这早白天说去 我还能原谅你和咋提 咱就把这压下 你现在的说法 老金都让我杀了 陶某将二人杀害后 开始不紧不慢地 清理现场痕迹 往我找清理现场的时候 我去找那些签条 和那录音笔 签条没找到 我把录音笔找到的 陶某将地下水管堵上 打开厨房的水龙头 然后从院墙上行走至 大门处的草垛 放火点燃了所有的血衣 电话等物 自己在翻墙下来 换上自己带来的另外一双鞋 向东边逃走了 我把那个下水道 我在为了拖位现场 我就把下水道挡了 到案后 陶某如实地供述了 自己的作案经过 原本是一件小事 却引发了一起严重的刑事案件 犯罪嫌疑人 娴熟地清理现场 销毁证据 然而视频侦查技术 微量物证的DNA检测技术 让犯罪嫌疑人 无所遁形 终于落入罚网 犯罪嫌疑人 陶某因犯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目前正在等待死刑 复合结果 感谢收看今天的 达知在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